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大家好 我是郑明娟 非凡商业台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欢迎收看金融麦拉顿节目 今天指数是开低震荡一下之后尾盘就上来了 所以今天来震荡幅度其实也不大 开盘时候今天早上的话大概都在盘下这边震荡 那么到一点之后开始往上 收盘指数涨的 今天是小涨五点多收 成交量777 771亿 成交要稍微小 那么指数收在9894点 但是你可以看到今天量缩指数震荡之后往上 所以支撑其实蛮强的 最主要就是说 那最坏的已经过去 那底部也打出来了 所以我说当然昨天指数往上的幅度比较大 应该说前两天是全指股在带 所以我就说那一个节奏 这一个过程 那一开始的时候全指股先起来 那把整个盘面拉起来之后 再来就是中小型的股票会越来越强 所以我想你今天就会看到开始越来越有活力 那中小型的股票或者是有爆发力的股票 不知不觉就开始一路往上 而且非常非常强势 所以其实当然都事前跟大家讲了 所以我们先看到 这是今天的例三 那今天例三就是震荡之后走高 那么今天收盘收市上涨2块半 所以今天就最高点做收 今天收最高 那重点不是在间涨多少 重点是在事前跟大家讲 所以我常讲说都事前跟大家说 那我跟你讲的时候有时候还没有涨 那还没有涨的时候讲其实更重要 因为你会看到什么时候买 对不对 怎么操作 那所以当然买点就是在 还没有分出的时候跟你讲的 所以你就可以印证 这个其实很清楚 很多人说事后来讲其实没什么意义 还没有气窄还没有喷出之前 就已经跟大家说 来我们看这个是礼拜五 那这是礼拜五的第三 有没有我当时就跟你讲 再来就要上去了 那我也跟你讲过这个拉回是好事 那这一根黑黑下来是其实非常漂亮 那这一根下来之后再来五天 这五天做什么呢 这五天就把它消化掉了 消化掉之后往上 所以有时候走大段的股票 它就是一波一波来 那前面是会很强吗 这涨非常多 在这个的前面也是一个底 也是一样打底 所以整理完之后上去 上去一大波 那之后再下来 那就在这里 那真的要再往上创新高的股票 这个是非常好 这一根其实很好 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一根的话 你怎么把前面的筹码给它换掉 对不对 那没有换掉你怎么往上再冲一段 所以这拉回来是好事 所以我就跟你说 这礼拜五这一天 有没有 它也还没有分出吗 有没有 还没分出吗 还在这里震荡 那我跟你讲 这里已经差不多了 再来就要上去了 那这种在这里换手完上去的话 就是准备创新高 就准备创新高 好 这是上个礼拜五 还没有分出吗 那礼拜一 有没有 就在这往上 有没有 礼拜一看在往上 有没有 是不是很清楚 所以这漂亮就在这里嘛 如果没有这一根 你后面怎么创新高 所以其实有时候 要大涨的股票 它前面有一些整理是好事 那绝对是好事啊 所以我就跟你讲会上去嘛 那礼拜一变假 好 那今天是礼拜二嘛 对 就变假 有没有 是不是很清楚 是不是一路上 那当然这个就是已经要创新高了 因为你自己看嘛 有没有 上雨线的地方 其实差一点点而已啊 马上就要创新高啊 那这是今天礼拜二啊 那我跟你讲 不是到这里跟你讲 我跟你讲的就是礼拜五 对不对 还在这里 其实我相信你在这里随便买 你都是赚钱 你都一定赚钱嘛 有没有 现在往上面准备 就要冲出去了 才两天而已啊 所以有时候有些股票 拉回是好事啊 因为该上的还是要上 12月的部分出货地延在1月 那准备会创新高 所以1月的营收 对 就是要再创新高嘛 那新的产能已经到位啊 对 一条变四条 所以今年是跑步机跟飞软 两个都是大成长 都是大成长 而且这不是一般的 最很高阶的 所以它的ASP很高 毛利也很高 所以今天就是大好啊 那所以它拉回来是好事啊 你如果没有拉回来 怎么有这一段让你赚 对不对 怎么有这一段让你要多少就有多少 随便都可以赚钱 有没有 我也事前跟你讲嘛 那我跟你讲说 它还没分出啊 还没有往上 所以常在讲说都事前跟你说 那事前跟你说也不是嘴巴讲讲 因为你今天回来看 这不是很清楚的印证吗 百分之百如此嘛 对不对 礼拜五 我跟你讲说是还没有涨 意思就是说你随便买都可以赚 而且有量有价 对不对 你要买多少就有多少的啊 那所以都事前讲的啊 事前讲不是我嘴巴在讲而已 你看是不是事前讲 对不对 这次还没有分出去的时候 礼拜五 上礼拜五的例三嘛 这礼拜一的例三嘛 是不是冲出去了 那今天礼拜二的例三 是不是继续上去 那你不要看到到时候变成这样子 你就知道我在这里为什么 这一天要跟你讲 所以漂亮就漂亮在这根 这个叫做漂亮 这根就把这个洗掉 以为跌破轨道就洗掉嘛 洗掉以后被收走了 因为这个会出掉是短线的嘛 短线来看跌破这里就出了 对不对 这是短线可有出嘛 那中线就把它接走了啊 对不对 所以我就跟你说啊 那我跟你讲的时候这两根是没有的 才在这里而已嘛 那你看隔两天下来就这样 是不是准备要喷出了 对不对 这就很清楚嘛 所以赚钱要这样赚嘛 这意思就是说好的股票你要懂得买 你要懂得怎么买啊 而不是冲上来以后再讲 对不对 当然是他还没有喷出之后就要先买啊 还没有喷出之后你就把它锁定好就对了嘛 因为该喷出还是要喷出 该涨的还是要涨啊 股票最后还是反应基本面 反应后面的展望 你后面要赚大钱的前面 它就是一定会上去啊 它就是一定要涨啊 那所以要发动的时候该买的时候你非买不可 你才能赚大钱嘛 到最后一定是要反应基本面嘛 你今年赚很多的人哪可能股票不涨 那没有那个道理啊 对不对 他最后还是要涨啊 所以像那样子拉回来就是好事啊 他就准备下一波 准备给你再赚一次嘛 所以我才说 对不对 该买的股票要买好啊 该喷出的还是会喷出啊 该喷出的还是会喷出 该大涨的还是会大涨 像这个就是一样要大涨 对 新的低价标股 有没有 新的COVE概念股 COVE概念股啊 COVE概念股之前穆德涨很多 对不对 易华也涨很多 油田也涨很多嘛 那这都是在之前11 12月的时候狂喷特喷 对不对 涨了一大段的股票 那穆德是AOI设备就是COVE设备啊 油田也是COVE设备啊 穆德跟油田涨都是因为COVE啊 因为COVE今年就是供不应求啊 今年就是供不应求很多人要扩就对了 所以COVE设备强 那他们已经涨在前面嘛 也涨非常多啊 那易华电是COVE的材料 也非常强啊 那前面都已经涨一大段啊 他们涨上来的话 随便涨都是涨个五成 油田这一喷出去就是五成 对 易华也是啊 那这个已经全市场都知道 而且全市场都已经掌握的股票 问题是还有一个还没有喷出的 对 还没有喷出的 那这个还没有喷出的话 它就更便宜 然后更有潜力啊 对 五块钱以上 我就说五块以上起跳是绝对跑不掉的 那股价也很低 那而且它还多了一个 宁德世代的工业 宁德世代也不是随便你要打进去就打进去 你台股扫一扫真的是找不到几个 真的找不到几个啊 因为那没那么容易嘛 这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电池 这更重要啊 而且这个其实在大陆也最大 而且是非常非常强 那台湾你去找真的没几家 在这里面真的没几家 那股价40出头 一批也什么幻想 所以该买的股票买好就对了 该买股票买好嘛 那么今天就准备发动 就准备要发动 那么这个是非常高的基础 因为两个要合起来是不简单的 那窄边框就是刚刚讲的购物 窄边框就是要用购物 这是将来的趋势啊 也是现在在进行中2019年还要持续大方移财的啊 那当然你是买还没有分出的嘛 对不对因为今年的EPS 5块5到5块6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的获利啊 股价只有40出头 那你不要跟我说他20倍本益比等等之类的 现在连10倍都不到 现在连10倍都不到哦 而且这就是一个趋势嘛 窄边框现在还是一定要用嘛 还是一样是趋势啊 因为大家都还是这么做嘛 那扣服他这里面就是一定要用到啊 扣服要用到的话 当然扣服设备 有一天之前涨什么 就是涨这个嘛 如果不是这些东西的话 对不对 有一天穆德为什么在涨 他们之前涨就涨这个 扣服就是很清楚今年 对不对 今年的重点嘛 那重点是 5块5到5块6 对不对 股价这40出头 那你知道如果就算是10倍就好 就算10倍就好 你已经是很大的破端了 单单10倍就很大的破端了 更不要说你又是扣服 又是宁德时代 两个东西加起来的话 那个更大 对不对 那个EPS 那个本益比一定是更高 所以你走到15倍 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嘛 那股价才多少 所以该买好 最后买好就是这样嘛 就准备要噴出去了嘛 那因为窄边框跟大尺寸的电视 对于这种机密压核和贴核的需求 都非常强劲啊 因为这个要做到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的精准 要做到很精准 所以这个核心能力是非常强啊 技术能力很强啊 所以准备要噴出了嘛 对不对 才40出头 我觉得 连10倍都不到啦 那反正空间很大 那事实上我觉得 其实15倍也是合理啊 对不对 现在才多少啊 所以这个告诉你什么啊 对不对 好的股票你记得拉回来要买就对了 对不对 你要记得把握布局的时候嘛 对不对 记得还没有噴出钱把它买好 因为还没有噴出钱买好的话 你才可以直接赚那一大段嘛 而不用说到时候噴出了之后我再跟你讲 所以我想其实我都跟你讲在前面啊 那到时候噴出的时候 到时候你自然就会知道 那噴出以后你再回来看你就会知道 我跟你讲的有没有道理嘛 就像你今天看到第三他长这样 对不对 这次已经上来了 那我今天再跟你讲这样就没有意思了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 对不对 还没有噴出去的时候嘛 是不是很清楚 对不对 这是礼拜五的时候没有噴出去的时候啊 那所以买点来说要把握 对不对 很多股票你要知道怎么买啊 对不对 因为他就是一定会创新高 好两天 所以就这样 你随便买可以赚啊 随便买都可以赚嘛 那上去以后如果噴出一大段 如果再这样噴出去的话 那那个时候再上去之后 我再跟你讲就没意思了 那我跟你讲的时候 告诉你的时候 都是正要噴出的时候 所以好股票总的把握啦 真的是这样子啊 那其实本来就很多可以赚的啊 而且我觉得这个礼拜应该会越来越强 对不对 因为前面是全职股先拉起来嘛 那当然上礼拜有一些结账卖押 对不对 上个礼拜的话当然盘面上面 有一点点结账的卖押 所以它稍微冷一点嘛 那这个礼拜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开始卡位都会进来 对不对 因为国际股市也都上来啊 而且更重要的是 全职股底都打出来了 对不对 底都打出来就告诉你 对不对 再来就是这样嘛 再来开始抵打出来之后往上面 指数不会走那么快啦 对不对 指数也不需要走太快 但重点是个股一定跟上来啊 对不对 尤其是有爆发力的股票 对不对 后面强的股票 你要知道怎么买 你要知道怎么卖 你要知道怎么样一段一段做 对不对 一次一次赚打钱 你知道这些的话 其实做起来就很轻松嘛 就可以轻松大赚嘛 对我们看到是统星喔 来统星这是上次 73块钱 73 74 75都可以啦 那我们抓高一点 抓在74 75也没有关系 那 反正当时是一大早买的 那一大早买的人 当然大家速度不一样 有的人买73 有的人买70 有的人买75 那我们假设大家 你接到电话 再打电话出去都要一点时间的话 那我们就算70 75好了 好 不过不管是哪边都没有关系啊 因为反正就起涨点嘛 那反正就起涨点的话 你买进之后是不是赚钱 是不是一路上 那当时他也是还没有喷出的 当时他也还没喷出啊 当时他也没有几个人在讲啊 也还没大涨 但重点就是这个时候 对不对 你怎么买怎么卖 等你买在哪里 然后出在哪里 你怎么操作一档股票 对不对 一档赚大钱的股票 那你怎样在里面有没有 让你一次都转不完 让你一次又一次转嘛 对不对 这是73 74 75的时候嘛 对啊 随便你买啊 不过我觉得5G是这个最强啊 还是这个最强啊 当然5G范围很大 那范围很大啊 光线也是5G嘛 对这也是光线之一 但是问题是 跟其他的光线比起来 它的供给更好 对 供需更吃紧嘛 对因为他就只有5家而已嘛 全世界只有5家嘛 对不对 因为他需求变更大 对 需求变更大嘛 那本来 本来5G光线需求就会增加嘛 那光线里面 每一个光线里面的 用量又更大 所以它是两次好 它是一次好又一次好 两个东西叠在一起 所以我就要它首选 跟其他的所有的5G股比较起来 我觉得这是首选 而且是爆发力最大的 因为它的ASP也两倍 所以爆发力很大 那10月的毛利率就已经50以上了 就已经在50以上了 那当然10月有打掉一些其他的东西了 有一次性的东西提掉 那个也是好吃的 那就非常好 因为那就打干净了 不过10月单单看毛利的话 是已经50以上了 那如果已经占上50 那现在全世界有只有5家 那以后上来的话 这个就一定是最悲 所以我说它是5G首选 对 5G首选 所以我带你一定是 一段一段赚钱吧 对一次一次大赚 有没有 这73 74 75的时候 70几块钱是随便买 然后后来就一路上 那其实这一整天你都很好买 70几块而已 那后来就上了80了 有没有 开始越走越高 然后再来就涨停了吧 那就喷出了吧 有没有 涨停 对不对 喷出嘛 那87块6毛钱 你看你差多少 然后91块二创新高嘛 有没有 公开讲的 那所以这一差就是十几块 十几块的获利 那我出的那一天是公开跟大家讲 你今天回去看你应该就可以发现 你自己电脑按一按你就知道 那就最高点 之前的高点 那就真的吃出那一天 我当天就跟你讲了 那你如果在那里很轻松出的人 你想想看你看 长上去一大段你全部都有份 那现在下来之后呢 你可以很轻松的把它接回来 因为一月还会闯新高 十二月地缘到一月 一月还会闯新高 所以你整合起来看 这是筒新嘛 在这里买在这里出 这一段是你的 放在口袋里面 拉下来给你无关 那现在在这里 整理三天之后 横向整理三天以后 这个要上去了 对了就要上去了嘛 这冠心开始在改了嘛 指标开始要上了嘛 那所以今天已经先上来嘛 这三根都把它全部盖掉了嘛 盖掉之后到这里 有没有过这个点之后 再上去就准备创新高 所以你一次接一次 都可以赚大钱 我在说要把握啊 怎么买怎么卖 怎么赚在口袋里面 对不对 怎么样获利乳贷 你今天随便接都可以 轻轻松松差价多少 都可以轻松赚 所以还没有跟上 朋友还是要跟上 反正年前就先赚红包再说了 那我们休息一下再跟大家讲 其实我觉得红包蛮好赚的 而且明后天应该更明显 所以还没有跟上的 马上跟上 我们休息一下 带回来 大家好 我是郑宁娟 非凡商业台只要前涨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前涨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前涨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中文字幕 stority 权纵统筹 有些津35 中文字幕囁 中国 消够 非凡商业台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 所以过年前又先赚红包 那就是先赚钱再说 好 那其实赚红包你也不用想太多 那真的反正就先赚再说 因为有时候就是 有些股票就是应该要上去 那还没有上去 那发动点又到了 所以你当然要买 因为那买的意思就是 你就可以直接赚红包 所以我说有时候真的是不用想太多 那我们先来看这里就是 你早上下去买的话 其实也都可以赚钱 有没有 今天早上你下去买 应该都可以赚了 其实都很漂亮 好 你看上去以后震荡一下 一波比一波高 那尾盘其实本来差一点要涨停 那还是非常强啊 那反正你早上买的你也是一样 都可以很轻松获利 对 这金星科 那第四季的QOQ是122% 那数字很漂亮 那这个营收已经上来很多了 那第四季幅度是非常大 那如果用数字来算的话 一块钱以上应该跑不掉了 有可能到一块一左右 那如果是这样的EPS是一金爆发了 这个完全大爆发 那当然还有一个富爸爸 这个富爸爸是联巴科 那董事长就是联巴科蔡明姐 就是他 那营收获利开始要大成长了 这是IP的股票 就矽智财的股票 那矽智财的股票比起来 真的没有市值这么低的 它市值才40亿耶 才40亿而已耶 明天M31挂牌嘛 M31的市值现在是90几亿 对 那只有他一半 一半都不到 一半都不到 那如果另外一个立望 现在的市值是2104亿 所以那差距是非常大啦 这就严重低估嘛 因为IP在国际市场上面本来就看市值 本来就看市值 IP的市值其实很重要 因为这个产业 这种产业它就是 它的获利一旦突破之后 就是一段一段一直上去 就是一直往上跌高 所以他们的这个PE都给的高 一项都给的很高 因为他们的获利就是 会一段一段的一直垫上去的那种 那这个东西门槛又高 那所以它的PE在国外都是很高 在国外都很高 那当然除了PE之外 那大家也看市值 国外是这样看的 因为这种东西难嘛 那难的东西它就有基本价值 那当然大家就会看这家公司的价值 那价值的话就差四万八千里 对不对 现在只有四十亿 而N3C是九十三亿 那立望是214亿 好 那营秀已经大成长了 那如果单季的EPS 现在是已经上看到一块 一块以上 那约莫会在1.1左右 那1.1左右 如果以IP公司来讲的话 那这个股价就是会喷出了 就是会喷出了 还有一个富爸爸 这是联发科 所以我说你早上买的大概都是可以赚钱 随便都可以赚 所以是不是真的不用想太多 我觉得有时候是大家会想太多 因为现在距离过年大概一个礼拜左右 大概一个礼拜 那这一个礼拜其实你就直接赚钱就好了 就直接赚红包 所以我觉得其实也不用想太多 因为说实在话 这段时间很多不要都已经打到地道 讲实在话是这样子 讲实在话是这样子 所以最后这一个礼拜 开始往上冲的机会是非常大 因为筹码也干净 对不对 现在筹码也干净该出的很多都出了 上礼拜其实就是有很多人 该结账的也结了 那该出的也出了 那都出了之后 这个礼拜 现在到封关前你就锁定好 锁定好来赚钱 那直接赚红包就好了 就先让红包再说 对不对 其实你只要 对不对 你就直接来赚红包 根本没有想太多 因为有些人都想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 那个你也想 就想太久了 因为现在 说实在话指数的低档 它的位置也很低 那再来个股根本不用讲 有很多都整理过 尤其是最近这一个礼拜 几乎所有的股票都整理过 那有爆发力的一定低个分出去 所以今天开始已经有点很清楚了 明后天会更强 所以还没有赚钱就是赶快 那当然的话就先赚 就先赚了年前的红包股 因为其实你只要有动 还是可以赚钱 你早上买 其实也可以很轻松的获利 也可以轻松的赚 好所以我们要特别呼吁大家 还没有跟上的 要赶快跟上来 那明天应该也蛮热闹的 因为明天M3C挂牌 那不过金星科其实说起来 市值是真的是才40亿而已 那获利是如果一个 一块钱以上单机一块钱以上 这股价是就一定会喷出来 所以我说你还没有跟上 你很多可以赚钱 还没有跟上一定要赚快 所以我们都公开跟大家讲 事前跟大家讲就这样 那重点就是要更好 那还没有更好的人 就记得一定来把握 那现在到过年大概一个礼拜 那这一个礼拜的时间 你其实就是直接赚红包 那赚红包其实很简单 你就是就正要喷出 正要发动 你就先赚就再说 你就直接先赚钱 所以我跟你讲像 那时候跟你讲到 栗三的时候就很清楚 那你从那例子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就是正要发动的时候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你这里要买 那你买了之后上去之后 其实你那红包也是随便 对不对 你随便都可以赚 因为那油量有加多少就有多少 你要多少都有 所以你以前红包股的话 来就记得要把握 那现在距离封关一个礼拜 你反正把红包先赚走再说 那还没有跟上 就直接跟上来 那跟我们线上的助理联络 那带大家先来赚红包股 好 一档一档都可以赚钱 所以你只要跟好 这个节奏就可以了 还没有跟上的 立即把握 也就是大家抽抽胜利 明天见 用 photographer 举办 听说服务投资风险 开始 开车